日本的和尚可以结婚 要说起来日本的佛教文化也是当年建真东渡从我国流传过去的 所以我们两国佛教文化本是同源 怎么到最后就出现了两种版本呢 其实最开始日本的和尚也是不能结婚的 但后来日本真宗的祖师娶了某位皇家女子为妻子 这一佛教流派就有了和尚取妻的风俗习惯 不过这一流派的传人也并不以传统的和尚自称 只说自己是传道者 既然如此 那日本大量婚嫁生子的和尚又是哪里来的呢 原来日本以庙为房 而房是家族延续继承治 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说 日本寺庙里的僧人 并不是真正意义上传统和尚的身份 而是寺庙的管理者在日本称妻为房主 而与此对应的他们的妻子被称为房首 既然不是和尚 娶妻生子自然没有问题了 他们日常也会做一些收取费用的法事 或参与一些丧大事宜 而且日本设有专门的佛教大学 也因此日本的和尚大都拥有高学历 有的是为了回家继承家里的房主 有的则就是单纯的为了传导 毕业之后他们可以选择去修道院 或者监狱去做感化工作 比起中国寺庙里传统的僧人 他们更像吸收了西方文化的传教士 无论是从工作内容还是生活方式上面 而以上所说人群 相比和尚这个远远流长的称呼 居是更能代表他们 无论是从工作内容还是生活方式上面 而他们也都是一些玩了俗 或者从未出家过的人 并非是和尚 只宣扬佛法 不受制戒律 所以上面的这些能解决你的疑惑了吗 以后再说日本的和尚 可婚嫁生子就大错特错了 传统的文化还在那里流传着 但传播的方式有有所增添 就是这样而已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